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风雨主要集中在今天 沿海地区和洛杉矶平原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多达2到3英寸 山脚下和山坡地带的雨量可能高达4到5英寸 而6000英尺以上的山区降雪量降多达4英尺可能出现雪崩 此外 本周洛杉矶地区的气温明显偏低 比往年这个时候低滑是10到12度 洛杉矶消息 据报道 洛杉矶联合学区与工会的最后一次谈判破裂 3万多名联合学区职工今天起展开为期三天的大罢工 上千所校园被迫关闭 导致全美第二大教育系统陷入瘫痪 报道说 举行罢工的都为学校后勤工作人员 他们表示 多年来备受工资低 工作繁重等问题的困扰 这些员工透露 洛杉矶劳工精管机构阻碍他们合法的工会活动 导致他们不得不通过罢工来表明自身诉求 洛杉矶联合学区涵盖1000多所学校 共有50多万名学生 预计在罢工期间 只有有不到一成的学校将继续开放 而且校园里不会有教师来指导学生 纽约消息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前总统川普呼吁支持者抗议后 全美多个城市的警方加强执法力度 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准备 昨天 纽约警方在曼哈顿刑事法院前竖起了路障 在川普大厦外也增加了警力 纽约警方消息人士表示 纽约警察局的每一名成员都被要求在今天穿上全套制服 并处于待命状态 国会消息人士说 国会警察局计划今天发布紧急声明 加强与其他执法机构的协调工作 国会警察局还计划部署更多的警力 此外 洛杉矶警察局和当地官员也表示 正在为今天可能举行的抗议活动做准备 在前总统川普宣称他将于21日被捕之后 情报官员发现 针对法律和政府官员的网络威胁有所上升 大多数威胁都是针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预计他将对川普提起诉讼 华盛顿消息 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TikTok今天表示 目前在美国的每月活跃用户 已从2020年的1亿人增加到1.5亿人 成长了50% 根据众议院议程 TikTok执行长周寿兹将于23日上午出席众院能源 暨商业委员会听证会 众议员将借此机会就TikTok与中国的关系 网络隐私与安全性 以及对儿童的影响提出质询 上个周末 又有6名联邦参议员支持一项跨党派立法 赋予拜登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TikTok的权利 TikTok上周表示 拜登政府要求中国持股人出托TikTok的股份 否则将在美国全面封杀 据报道 TikTok在美国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 包括国会有许多人担心 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恐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呼吁禁用这款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在去年年底表示 全球每月活跃用户突破10亿大关 TikTok最新的用户数据 铺显出这款影音应用程式大受欢迎 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中间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禁用TikTok可能造成严重政治后果